心臟病法 所以我們叫做Risk Factor 什麼叫做Risk Factor呢? 有了這七樣東西 心臟病機會大了 排第一名 第一名叫什麼? 第一名叫什麼? 糖尿? 血壓高? 第一名叫什麼? 排第一 遺傳 沒得談 有遺傳沒得談 你已經program了 你的因子 已經有這個情況在這裡 很strong 很強 家族遺傳 第一名的 很強 我最記得我做實習醫生的時候 全家的印度人 沒有人過四十歲 三十多歲 胆固醇低到一百二十幾 那些下半人是吃齋的 那些印度人說是Hindu 他吃齋的 每天運動 身體好像疼的瘦 每個一百磅 看他就很精神 吃東西 一點肥肉都不吃 因為他吃齋 每一個人 三十九 四十歲 就抬進去 intensive care 那就死了 為什麼? 全家男人 都是這樣死 這是什麼? 你不能解釋的 除了什麼? 除了他的因子 他的DNA 他的program 就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program 現在玩computer 一整個program 他就彈出來 他彈出來 這個應該有心臟病 第一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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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你有心臟病 我們現在做內科醫生 最快的三個病 哪三個病? 唐尿第一 唐尿 不用問阿貴了 已經排第二 為什麼唐尿第二呢? 內科醫生 醫老人 講來講去 都是唐尿病 血壓高 膽固醇 是說這幾樣 那麼呢 膽固醇排第七 記得 我們剛才講的 膽固醇排第七 你有了這六樣東西 你才好跟我相容第七 第二樣呢 就是唐尿 唐尿很厲害 唐尿增加心臟病 四至七倍 心臟增加重風 又是四至七倍 所以唐尿病的人 現在我們很清楚教學生 不管那麼多 一定要將他的膽固醇降低 希望減低一樣 可以一樣 如果你有七樣 你就糟了 但是呢 第二樣就是唐尿 既然呢 我們唐尿醫不好呢 就盡量呢 控制啊 血糖啊 盡量戒飲食啊 盡量運動啊 大家唐尿病都知道 是說運動飲食 還有用藥 再壞一點 再壞一點 打針 我們懂得醫糖尿 還未醫好那個糖尿 很多糖尿 說懂得醫糖尿 我又要研究一下是否 他呢 他都是有些幫助 他托著那個胰狀 讓他不要那麼快衰退 是都是對的 但是我們醫糖尿 怎樣呢 找笨的啊 西醫醫糖尿 將你的糖 不斷按 而已 醫血壓是不是找笨 又是找笨的 將你的血壓按 而已 治標不治本 那些血糖高呢 我們很厲害了 現在很厲害到六七隻 口服的藥 再壞一點 打針 再壞一點 打針 以前只有三隻針 現在十幾隻針打 很厲害 為了什麼 按你的血糖 就沒有醫過你 沒有醫好過你一次 所以糖尿 第三呢 沒有辦法控制的血壓 是很危險的 心臟病發的人 很多時候 或者中風的人 他又不知道自己的血壓高 有血壓高 他又不吃藥 有血壓高又不吃藥 我們的市長血壓高 被罵到他發瘋 一定要吃藥 一定要吃藥 他不僅止不吃藥 做工太辛苦 十八個小時一天 你想不死也多難 現在那些人還叫他再選舉 都不知道怎麽辦 不知怎麽辦 不過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每個人有選擇 每個人有選擇 但是呢 他一定要選擇自己 做好身體先 吃藥 以及不准做那麽多工 不准做那麽多工 我說我都很厲害 方醫生每天十二個小時 九點至九點 九點四十五分 就是老婆開餐 開餐 九點四十五分 五點半 老婆先吃第一餐 第二餐跟我一起吃 十幾年都是這樣 那是什麽呢 老闆是要這樣 老闆又黑薄又好 什麽黑薄 叫他做那麽多工 主耶穌是要你做多工的 他又好 一美不停地 不停地給平安快樂 你不好 我見那麽多同事 都未有一個 好像我那麽開心的 沒有一個 好像我做那麽多工的 所以 血壓一定要控制 第四 慘了 吸煙 吸煙是很大件事 現在都未講到 膽固醇 如果你有這幾樣東西 你就衰了 吸煙 不是喝酒 很有趣 喝酒相反的 如果我們在Tenderloin 田德龍那些 整天的人跌倒 滾在地下死了 跟他解討 全部沒有心臟病 酒是跟你通血管的 不過慘了 谷氣血壓高 又壞肝又壞了 死亡機會很大 但是醉貓呢 心臟病少很多 所以好 不是喝酒 是增加你心臟病的 喝酒肯定增加你中風 中風 一喝多酒 那些血壓便會穀 喝少許酒 相反 如果慢慢喝一點點葡萄酒 血壓輕輕低 而且對你膽固醇有幫助 一會兒又講給你幾個辦法 如果你不吃藥 都要做事 做些六七樣東西便好 吃煙 第五是甚麼呢 第一是家族 第二是唐尿 第三是血壓 第四是吃煙 第五 每日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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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的壓力 我們做人便有壓力 誰叫你做人呢 做人便有壓力 做人便有壓力 但是每天不停壓力 在功夫 工作又有壓力 子女方面有壓力 錢又有壓力 回家老婆又有壓力 嘩 慘了 這麼多壓力 不要緊 頂得順 不是頂得順 每天 現在說每天 你夠不夠 不要緊 如果日積月累 一直壓下去 為什麼美國人心臟病 全世界第一 就是這樣 不是膽固醇 很多人不知道 法國 我們法國 你不知道有沒有去過法國 那些人很放鬆 很放鬆 他不洗澡 法國人 所以法國人最擅長的是什麼 香水 香水 他不洗澡 他下班 洗一下臉 弄些香水 他又出街了 出街什麼呢 喝咖啡 聊天 看女兒 最喜歡看女兒 這麼有趣 他很放鬆 聊天 他又一天 那些膽固醇 沒有人用那些 材料油 沒有人用 在法國人家說 麻煩你用植物油 我煮了 他採你都肯 全部用什麼 我們去法國餐館吃什麼 為什麼這麼香 全部用牛油 三百多度 每個膽固醇 但是他少過我們 心臟病三倍 所以膽固醇本身 不是說殺你的 其餘那些 為什麼他補回呢 他那麼放鬆 他都不覺得 生活很大壓力 他又不是很緊張錢 你去歐洲 我們很緊張錢 什麼時候關門 什麼時候開門 他不理 總之 你有錢賺他都不賺 你嘗試去那些百貨公司 去歐洲 十二點鐘 他關門 兩點半才開門 那兩個半做什麼呢 跟老婆 子女 跟Girlfriend 去公園 逛逛 你這種生活 怎麼跟我們 吃得到 吃得到 沒有什麼 沒有break 打工 要拿break time 沒有break 不斷拼命 如果你日積月累 是這樣的 你想不要心臟病 多難 所以 這個 天天過量的壓力 就是這樣 第六是什麼呢 完全沒有運動 完全沒有運動 一小小運動都ok 每日行十分鐘都算運動 完全沒有運動的那些 要小心 完全沒有運動 都比膽固醇更差 那很厲害 那些人以為膽固醇 就很慘 一定要心臟病 不是啊 第七才是膽固醇 第六就是完全沒有運動 所以你要研究一下 你有沒有這六樣東西 有沒有這七樣東西 醫生已經告訴你 你是膽固醇高 沒有得討論的了 沒有得討論的了 那醫生說 戒口先戒口 戒完口呢 都是這麼高 那就要賴那些 賴阿爺的了 膽固醇是遺傳的了 那醫生就肯定開藥的了 現在我現在教大家 如果你沒有以上的六樣東西 你都可以研究一下 不吃 不吃是怎樣呢 為什麼你不吃呢 因為太多副作用 那你就做齊 以下幾樣東西 我教你幾樣東西 第一 一定要戒口 一定要戒口 很多東西戒的 如果講細節 就麻煩了 實在是講來講去五樣東西 第一 油炸東西和油膩的東西 總之肥膩 油炸又膩 第二 肥豬肉肥牛肉肥羊肉 肥羊肉是這三樣最壞的 肥豬肉肥羊肉肥牛肉 還有要煎湯豬肉才是最正的 還要煎湯豬肉才是正的 另外有些肥膏 好多香 人家請你吃你就吃 如果你去布菲 那裏有一間海鮮布菲你不吃你就糟了 你給你二十多元就不吃 這不是叫你一輩子不吃 人家請你吃你就吃 如果你去布菲給了銀你又吃 第三,遊船河要吃 遊船河最蠢就是那些人戒口 不要,遊船河就不斷吃 回到來才知死 所以是這樣 第二要戒口 第一要戒口,第二要運動 每天運動 為何運動那麼重要呢? 不是降膽固醇 運動將你那個好膽固醇升高 我們身體普通是三種 第一,是Total膽固醇 我們醫生說你高 就說你的總膽固醇多高 第二呢,就是你的HDL HDL是甚麼? 好的膽固醇 越高越正 因為它將你的血洗乾淨 越高越正 普通四十都幾好的 有些八十 那些千萬不要吃膽固醇丸 有些說,哎呀你的膽固醇二百六 二百六不是高的 如果你的HDL呢? 雙倍,很厲害的 有些醫療中心不檢查膽固醇 只是檢查HDL已經夠了 還有檢查甚麼呢? 三脂金油 三脂金油呢 有糖尿病就糟了 以前我們不理三油金脂 有些叫做三脂金油 以前不理現在就管了 然後三脂金油呢 你比較稠一點 令那些血結就糟了 抽血就知道了 那些抽血的護士一看 嘩,那些血為甚麼? 人家普通很稀、很鮮 如果三脂金油多 那些血呢 好像cream of tomato 那樣 好像那些忌廉番茄湯 你知道甚麼忌廉番茄湯嗎? 白白的、稠稠的 這樣 這樣 所以呢 一定要 運動 運動呢 將你的HDL 提高 那還有甚麼製造HDL提高 我們最緊要呢 你過不了你的 你的膽固醇呢 你都要提高你的好膽固醇 還有第二個辦法就是 就是甚麼呢 喝少量的紅酒 只是紅酒 不要喝白酒 沒有用的 現在研究到 那些grap red grape 真是正的 很多好東西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抗氧 那些叫做antioxydant 抗氧化 弄到那些血管爛 就是那些氧化 打下去 那些叫free radical 自由基 抗氧化 它做到你的膽固醇 好膽固醇 高 你又運動 又每晚呢 當藥那樣吃就可以了 我不能喝酒 否則我一定會喝 試過很多次 每晚吃完晚飯 一杯 大概一個多盎司 一個盎司 當藥 當藥喝都可以的 好過你吃 吃完在膽固醇院 那怎樣呢 那個HDL就起了 起即等於降你的膽固醇 HDL起即等於降你的total膽固醇 還有什麼呢 去Costco 二十幾元 這麼死大瓶 買瓶什麼 深海魚油 深海魚油 一千兩千都不多 二十幾皮 二十幾皮底 不斷吃 不斷吃 那些沒有壞的 但你肯定深海魚油 將你的三支金油 油降低 深海魚油 如果你不吃深海魚油 我們四年前已經做了一個統計 如果你每一日 每個月 不是每個月 每個星期 兩餐而已 兩餐是魚而已 不用多 一個星期泡著 兩餐是魚 你心臟病機會少30% 這麼厲害 泡著吃魚 天天吃魚 為什麼那些日本人 這麼少心臟病 就是吃魚 日本人很有趣 城市日本人 都多心臟病 鄉下日本人 打魚的那些 沒有心臟病 城市那些 因為太緊張 太多壓力 不是食物 你不只是食物 一個人不只是食物 但是你說 鄉下那些幾好東西 農夫 漁夫 薄命辛苦做工 但是他不擔心 不擔心 一出而作 一入而飾 就這樣做 慢慢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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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了 那些好的膽固醇 狂高 沒有了三支金油 所以 如果你不吃魚油 就一直吃魚 但是最棒的魚是什麼呢 深海魚 最棒 最棒的魚是什麼呢 沙甸啊 三文啊 雪魚正啊 不過雪魚好死貴 那些雪魚 為什麼不貴呢 那些雪魚 以前八元一磅 我還記得整條買的 現在三十元啊 二十幾三十元啊 千萬不要去 嶺南小館 真是 找笨 四十八元我加到 焗雪魚 你以為是黃金嗎 還這麼小塊 我那時候很抱怨 我這麼小塊 四十八嗎 太貴 但是呢 認真有益 所以那些日本人 有利益在這裡 一尾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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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越肥的魚 越正 越肥的魚 越正 日本那隻 麥克羅也是正 麥克羅 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那隻很正 很腥的一隻 他喜歡煎香它 很貴好吃的 煎香它 鋪了些椒鹽下去 很香喉的 一尾吃那些 多吃 多吃魚 那你做足呢 還差一種 拼命呢 吃纖維 應該研究到纖維 降糖尿就降 降 降血糖又降膽固醇 拼命吃 吃多些蔬菜啊 如果你不喜歡吃蔬菜 好像我不喜歡吃蔬菜 你每天吃一包那些纖維粉都可以 在窩維買的那些 Metamucer Citrus 總之一包包 或者一罐罐 不斷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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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以上的那些 不要出聲 有些更狡猾 我教那些病人 你不斷答應了醫生 你就做兩三個月 做照證來做 照證來做 回去叫醫生再檢查 醫生說有沒有藥吃 吃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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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實際下班找笨 個個都不吃藥 那就怎樣呢 檢查一下 醫生說 幸好我們聰明 我給了藥 你吃現在降了30度 為什麼 不是聰明 做足了那些 有一種人 你做足都沒有用 就是很強的 很強的遺傳 遺傳 因為你阿爺膽固醇膏 你就膽固醇膏 很簡單 就不用討論 衰了衰了 就決定吃不吃 都可以決定不吃 為什麼呢 我沒有以上的六樣東西 我是只有七樣東西 第七樣東西 衰 都可以不吃 但我都贊成 如果你的數字 這麼高 都應該吃 這樣就 哇 兩點半 大件事 哇 我 有個Karen 很兇的 我們辦公室 那個管理人 很兇的 回家要兇的 不要 不要 那 不如 都問幾分鐘 問幾分鐘 我最多遲些 反正現在失敗了 失敗了 被他罵了 問幾分鐘 五分鐘 OK 我想問一下 方先生 如果 好像先生 那樣吃 如果他想停 完全沒有問題 膽固醇藥 突然之間停 沒有關係 你不要 突然之間停 他就狂高 他不是狂高 他一定高 他一定高 你吃的時候 又不是醫治他 你吃的時候 是慢慢壓制他 你一不吃 他就四五天 還未高 兩個星期又慢慢高 你再檢查的時候 你高 但是沒有危險 突然之間停 沒有危險 OK 好了 幫醫生 什麼 嘩 這個幹什麼 這張東西來 這種藥 是否吃了會有作用 或者會上癮 或者吃多久 什麼上癮 就是貪他會上癮才吃 貪他上癮才吃 這隻 你吃的是什麼 鬆弛神經 鬆弛神經 睡覺 即是你不能睡覺 就讓你睡覺 我們不需要不吃 但是需要不吃就笨了 否則就黏了 所以 吃多久呢 兩年幾三年就上癮 有些吃二十幾年才上癮 這隻呢 吃三年就上癮 不過它這麼輕 0.5% 不怕 你吃嗎 哦 你吃 對了 吃了放鬆了 你試試不吃 現在更慘 所以 對了 那些藥 我又不吃 你又不吃 誰吃 當然要吃 當然要有人吃 整天都不吃藥 嘩 現在問藥 我都說不要留在這 啤梨 什麼膽固醇好 什麼膽固醇好 不要人先說 膽固醇藥衰 全部膽固醇藥衰 這隻就是最衰 為什麼最衰 它叫做SOCO SOCO SOCO是全世界 這麼多種膽固醇 你肌肉痛特別多 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三天前 給80mg SOCO 政府就來規定不准 換了另一隻 又是這麼衰 不過沒有它這麼衰 換不是SOCO就可以了 不是SOCO就可以了 你不用吃了 這個阿菇出來問 厲害 這個阿菇 飲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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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胃酸偏膏 你那些第二個病 怎麼跟 當然不逼得你喝酒 如果你胃病 即是 我剛才說的 那個是 general 剛才說的是 大具體的好處 或者不好處 你自己有病 更是不好吃 OK 加上這個酒 哦 什麼呀 這個不守規矩 不守規矩 哈哈 你剛才說 如果吃膽固醇 有六種不好的 例如說 肝肌肉酸 什麼六種 三種 哦 這個阿菇亂聽話 哈哈 三種而已 夠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種會令你死亡 為什麼呢 你肝硬化 轉不來 肝炎就轉不來 肝炎就轉不來 所以醫生很聰明 好的醫生 你食膽固醇丸 跟你赤住肝指數 一高 他就停啦 停啦 就讓你不要肝硬化 要七年才肝硬化 七年才肝硬化 過了中了 OK Bad Bad OK 好 謝謝